我们凡夫 魅德圣道的人 我们心里面就在《始生相位处》这里活动 在这里活动 这要是得了阿罗汉以后 他的心在哪里住呢 他的心在空无相无愿 在三三魅这里住 这个空就是按小乘 这是按小乘佛教来说 就是没有鹅 《始生相位处》里面鹅不可得 就在这个鹅空这里住 这叫空三魅 无相三魅你 但《始生相位处》也不可得 因为南传佛教 他不能观一切法治性空 只是有无常 刹诺刹诺地生灭 灭而不生了的时候 里面没有蛇受相应死了 在这里住 那么这是无相 空无相 还有一个无愿 这个愿是什么呢 愿是个希望 我们凡夫啊 我们希望身体健康一点 我住的房子好一点 我买个好车 我能够生官发财 就在这上住 有愿 总是有个好的希望 但是阿罗汉对欲戒舍戒 无舍戒一切的事情 完全不希望 完全不希望这些事情 那么在这 阿罗汉在这无愿这里住 这个空三昧 无相三昧的时候 我们在名字上 在文字上 在名相上这么一讲就过去了 但是你要注意思维的时候 那阿罗汉那一念心呢 也可以说 不与万法为伴侣了 不与万法为伴侣了 是战言独立 我们常常静坐 有可能会容易明白这句话 你常常静坐的时候 心里面没有妄想 比如说 我只是 这个索颜镜 用这个出入戏做索颜镜 心就在出入戏这里 其他的都停下来 如果出入戏也不做索颜镜的时候 心就没有伴侣了 可能会容易明白这件事 那这不是我们凡夫能做到的 乃至到 不要说我们连欲戒定 还没到 没能够成就 就是得到未到地定 你得到了舍戒四山 你得到了 无骚戒的非北响定 心还都有伴侣 你心都有个住处的 有个索颜镜的 只有到了阿罗汉这个时候 不与万法为伴侣了 这一句话可以通身通浅的 打不热 佛都可以用这句话来讲 但是还是不一样的 不与万法为伴侣 所以说三三妹实在能达到这个境界里 能达到这个境界里 这叫做圣注 圣注 要是我们不修毕不舍戒的观 你达不到这个三三妹这里 你必须不修毕不舍戒的观 你只修舍戒的话 你就是不是欲戒定 是未到地定 或者赛戒定 无赛戒定 就是在这个范围内 你不能超越的 不能超越 但是我们得到未到地定的时候 心情好一点 可是不同了一点 心情好一点 但是那还是个凡夫境界